意味性皮肤炎不是只会发生在人类的身上 在狗狗身上也是常见的皮肤问题之一 而且呢这种过敏性的皮肤炎 如果在疾病发生的前期没有做好及时处理的话 后续就会非常非常难根治 就会一直反复的复发 当狗狗接触到过敏源 就会导致免疫系统产生过度的反应 肌肤的屏障保护力也会大幅的下降 出现红斑、秋枕、皮屑、拨毛、骚痒等等的情况 尤其是在季节变换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发生 通常这个时候呢带狗狗去看医生 医生呢都会开一些像肋固醇免疫制剂等等的药物 或者是说要帮狗狗洗药浴 把这种过敏的症状通通都压下来 但其实这一类的药物都是所谓的治标不治本 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治好狗狗 而且抑制久了会有一个坏处 就是狗狗身体会产生抗药性 用药去压也没有办法再被控制 最终呢会走到无药可医的状态 当然我们也不想要走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们要知道狗狗会发生异味性皮肤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的免疫力太低了 才会造成皮肤出现过敏的反应 而且这个时候狗狗的皮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最好的做法不是洗药浴 最好的做法是用天然的氨基酸成分的洗毛巾 来帮狗狗洗澡 千万不能含有化学香精的成分 不然呢会对脆弱的皮肤来说太过于刺激 也会造成症状的恶化哦 另外有皮肤问题的狗狗 洗澡的频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建议10到14天洗一次就可以了 不需要刻意的增加洗澡的次数 最重要的是要把内层跟外层的毛发全部都吹干 不要有湿气的残留哦 平常呢我们也可以帮狗狗补充 微脂化的僵黄素来调整免疫力 让免疫力保持在水平线上 这样就不容易受到过敏源的影响 再搭配含有赛洛美补水成分的 Omega 3鱼油增加皮肤屏障的保护力 皮肤就不容易痒痒出状况咯 那今天跟你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